删除 所以其实你可以执行之前 也许可以先做一件事 先call call那个删除 比如说我这边也有删除档案 那你可以在你要执行之前 你可以先call它 那call它的话 就是说已经有了 不然的话如果你假如没有call 删除档案 它又来一次 我记得它好像会变乙班 然后刮胡二 多一个 然后刮胡二变很多个重复的东西 所以理论上呢 我们会先怎么样 先call 所以f8假设的call它 先把它这个里面的东西 先全部删光光 删完之后的话呢 再回头开始做 所以执行了 里面的东西都不见了 那你再来跑 才会是正确的 OK 这样的话就一个一个 帮我把它再call进去了 所以你可以 就是刚刚那个删除档案 可以跟刚刚的那个 把它合并成一个 那其他的话 如果说另外还什么 其他我有补充 就有同学问到说 那假如说那什么 云端 假设说 如果那个目录不存在 比如说VBA的目录不存在 那我 假设我们刚刚是自己先手动新增的 对 那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用MKDIR 所以这边有一个什么 MKDIR 然后呢 你可以自己在这边定义一个名称 那如果你要判断 就是那个目录是否存在的话 那你可以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我就帮它新增这一段 对不对 那我把这一段 假设我们如果要多增加这个功能的话 删除掉对 那我可以先第一步 确定一下什么 确定一下 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在 所以我先在这边 先判断 那我怎么判断呢 特别注意 你可以利用什么 DIR这个函数 先给它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那个目录 它是否存在 那后面加一个VB directory 意思是说 你帮我检查 这个目录是否存 我要找的是目录哦 就资料夹 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就是空自串 那我怎么就把它mkdir mk就是再去新增 但如果它已经存在 我就跳过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它检查 回来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 因为没有这个目录 所以它怎么样 先帮我mkdir 这一行执行 你会发现 这样的话就多一个了 OK 这一行哦 这样就非常完整了 所以以后你这什么事都不用做 按下去 保证也不会错 本来这个是没写的 同学又一直问 因为有的时候 城市不可能什么都包山包海的 但是有同学就是因为他想到 他一做 他觉得老师第一动作 我还要再手动一下 那我几乎是 所以城市就是 当然就是你如果习惯就是不要不要什么都不要用手动的话 你就是用城市全部都可以 当然就是这样写法 所以这个这一行主要是判断什么 某个目录是否存在 某个目录 所以不是只有这里可以用 以后呢 你只要是检查某个目录是否存在的话 也可以用这一行 如果那个目录不存在呢 你可以用MKDIR去把它产生 OK 那当然呢 再来就删除档 删除档因为里面没有了 所以它跳里了 再来就是帮我的档全部 在一个一个产生进 OK 所以这部分又多讲了一下 如果那个目录不存在的话 那我就自动帮它产生 这样的话又一串了 所以在删除之前又可以先判断 检查一下 那 讲了这些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 如果那个目录 如果呢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同学说 老师刚刚转档的时候 我们是必须还要什么 手动在上面 还要把这个目录复制 有没有 复制那个路径的名称 他想说这样好像也是用手动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不要用手动的 最好是可以怎么样 我执行的时候 可以跳出一个视窗 让我用选的 比如说你说 选桌面上BB 有没有 这个目录我按确定 等于是用选的 而不是用那个 你自己再打上去 它也有存在 是否取代 先停一下 因为这个是我后来写的 这里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File Dialog 意思是说 你可以跳一个视窗 然后让使用者用选的 这个叫File Dialog 那写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这个重来 如果说你要跳出一个视窗 假如说这个目录 有没有 跟这个目录 我们以后不要用自己复制贴的话 那我可以这个先拿掉 这个因为这个目前是已经有了 我先把它拿 那我可以用一个方法 把这一段先复制一下 我在底下改写 因为如果原来的直接盖过的话 那旧的就不见了 那你把名称改成 它那个东西叫File Dialog File就档案 Dialog就是它对话方块 File Dialog 那个东西叫Dialog OK 那我要怎么样让它跳出来 可以让我自动不用去找到这个目录 那我可以怎么样 这个目录的话 你可以透过什么呢 透过那个叫做Application 因为你要跳那个视窗的话 那是由Excel在管理的 所以它叫Application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东西都Excel管的 它里面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那个东西叫File Dialog 所以你打一个F F就出来了 File Dialog 就这个东西 那什么叫File Dialog 其实就是跳出一个让使用者可以选取 那个 无论是资料夹也好 无论是档案也好 都可以哦 OK 然后File Dialog 好 这时候出现了 先潜挂虎一下 它会跳出说 那请问一下你这个File Dialog 到底你的作用是要干嘛的 那你会发现哦 请你看后面哦 叫File Picker File Picker就选档案 那可是我们要选什么 选应该是选资料夹吧 所以资料夹的话呢 叫做Furder 有没有 Furder就是资料夹 意思是说呢 如果你用File Picker 它就是只能选档案 那如果我今天要选的是目录的话 你跟他讲 哦 我要选的是叫做Furder Picker OK 然后后刮鼓一下 那点什么 点Show就可以了 Show的话意思说 哎 帮我把那个东西跳出来 然后他就会跳一个视窗 那那个视窗跳出来之后的话 那使用者不就会选一个目录 然后按确定 所以那个目录 比如说桌面 然后VBA选给你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要去接 所以呢 我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变数 叫S-PACE好了 在S-PACE的名称自己取 那你可以怎么样 等于什么 等于你就可以把前面这一串 它就是点Show前面这一串 把它复制下来 因为呢 它有选的嘛 所以选了之后的话呢 选哪一个 我让它知道 点下去 就不是点Show哦 就是后面的话呢 就是选了哪一个 选是什么呢 S-PACE吗 所以你打一个S 谁 S-PACE item 你没有看到 选了哪一个项目 S S的话就是因为 它可能选了好多个 但我 只要其中一个的话 理论上就第一个啦 刮斧 理论上 因为我们没有复选 只能单选 所以一定是第一个 所以你就给它 S-Leg item 到S-PACE里面去 大家这边注意哦 这个地方有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出错 就是这个斜线 后面这个 它没有带一个后面这个斜线 后面这个斜线指的就是 这个是目录名称啦 那这个是指的是 它里面的东西哦 如果扫这个东西的话 变成说 是在这个目录外面的东西 而不是里面的东西哦 这个斜线就决定是 里面还是外面哦 有家就是里面 没家就是外面哦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也是最容易出错啦 因为很多同学 错都错这个 好 因为没办法 这个可能比较 以前你们观念里面 比较没有啦 好 这个叫根目录符号 根目录符号 好 那所以呢 特别注意呢 就是把乘4呢 最后加给s-pass 然后呢 我们以后呢 这个地方有没有 就可以不需要了 但是不需要呢 只有这一串哦 后面这个要哦 这要怎么写哦 特别注意 就是把这一串哦 也许把它删掉 但是留什么 留这个根目录符号 然后呢 把s-pass 串在这前面 s-pass 空一格 and and and什么呢 and 还是要多这个 OK 看得懂吧 这个都不行 因为很多人就常常 这个东西不见了 那 最后 他发现呢 他的档案没有存进去 存在哪里呢 存在外面 对 如果你 像同学说 都存在 奇怪 都没有把我放进去 都放在外面 就是插一个 这个斜线 不信的话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有没有斜线 最后就是 插在 然后试一下 你会不会看 假设我今天 这个拿掉 然后我就 直接 弄 弄他好了 我就多这两行 这两行蛮好 蛮好用的 那这两行有什么用途 不是只有在这边可以用 以后如果你要让使用者 选末路的话 那就是用这个方法 就叫Full the Picker 如果你要让他选档案的话 那就是Full the Picker 如果让他另存新档 他有个Safe as Picker OK 那把它执行一下 那这边 把他射中断点 好 他跳出来 他问题就是在哪 桌面上 VBA 按确定 有没有 这个东西就show 然后确定的话 就是在Slate Item 1 里面 OK 然后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里面S Page就帮你放这些 等于就跟我们上面复制贴上 到底是一模一样 当然只是说这边好处是 以后你就不用说管说 到底那个东西在哪里 每次都要去找到 然后还要再去复制贴 省了一个步骤 其他部分都一样 那我这边刻意 如果说我不加一个什么呢 那个斜线的话 把它执行 它存了 存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Safe Item 1 还没存 F8 存的 Close 那你会发现 里面 目前有没有 没有 对不对 它跑到哪里了 跑到外面 这里面空的 它跑到这里来了 而且你会发现 档名 还多一个VBA 假扮 为什么 因为它把那个档名顺便跟它串了 所以变成说怎么办呢 好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其实还好VBA可以倒车 其实写别的程式都不能倒车 所以我们如果要正确的记得在这边空格 end 空格 然后一个双引号里面把它放一个反斜线 斜线你也不要搞错 这是正斜线 这个叫反斜线 先知道就好了 先知道就好了 因为微软里面都是反斜线 正斜线 正斜线 反正 OK 好 如果不记得 看云端好了 云端上面都有 暂时 因为出生了 这也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完全记得那么多 那其实就是慢慢慢慢累积下来的 像我的习惯就刚开始不记得没关系 把它放在我找得到 所以以前会写蛮多笔记的 但有一天突然那些笔记都给丢掉了 为什么? 因为已经写到烂掉了 每天都爱写东西了 另外呢 可能又有网络的时代又有云端的时代 然后另外我也照相也会录影 所以其实那些东西我以后要找的话 都很容易找到 所以不见得只是写笔记 还有像录影也是好方法 像我以前写过的程式 我写完 案子写完 我一定会重新再review 重新自己再录影一遍 把那个我程式里面的重点 都把它用自己口述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把画面 重新再记录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自己也都忘记了 比如客户问你说 你看上次那地方 哪个地方有什么什么状况 什么什么东西 你可能都会不记得了 那怎么办呢? 有时候就是把你的一些资料打开来 其实要开放 看那个paper 看那种文件 这些大壳 真的看不太 自己也不知道写什么 反而是看那个影片 连续的会比较清楚 所以我建议各位以后 即便写完了 你就把它照个像也好 要不然就是说用那个 录影的也好 反正方法自己找一个 你一定要能够记得起来的方法 你千万记得 不要写完就算了 因为写完才是正开始的时候 因为写完之后 你一定要做一点记录 或者你将来都忘记 你到底写什么 还有就是说以后都会用到 如果这边我改完之后的话 那我就让它重跑 理论上应该就不会跑到外面 应该就跑到里面 所以刚刚主要就是 再增加一个那个fire pick 这个fire pick 应该叫furter pick 它就会帮我们怎么样 可以让我们把就是 刚刚的这一段程式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段程式 复制过来 我其实只有改这两行 这两行 然后再把这边产生一个s pass 把它丢到这边取代 那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东西 千万不要 好没有 没有的话就产生错误 OK 后面先换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可以把那个 第一个就是删除档案 好也许可以结合进来 那每一次就自动删掉旧的 产生新的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用 以后如果你要选取目录的话 就不用手动了 那你以后就用fire pick furter picker 所以那个 dialog fire dialogue 是由那个application管理的 所以其实就是application.fire dialogue 刮胡 就furter picker 刮胡 然后秀出来 所以那个逻辑 你可能就是记那个动作 然后他选了之后 会返还一个结果给你 所以就是slate item 哪一个呢 第一个 那就把那个目录的路径 用选取的方式 代步来给你 那其实这样的方式感觉会 我是觉得相对起来 那个等于就是说 基本上以后就不用再 一直在改程式了 或者如果你路径又变的话 那你可能程式又要变动 这样永远改不完的程式 程式尽量就是做一次之后 就不要再去动它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那个把刚刚的部分 再加上fire dialogue 那待会的话 我们这部分完成之后 就是再来下一阶段 就是再把那个十三个档案 全部又合并回来 合并成一个档案